小田,怎么回事? 一名四十多岁,身着中山庄,戴着帽子,看起来领导模样的人,端着水杯,从两站最里边的一个办公室走了过来。 岳站长,没事,您进屋谢着,我这边很快就处理好了。 小田赶紧陪着笑脸走过去,还不忘记扭头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目秀他们,意思是让他们小心点,别乱说话。 您就是梁站的站长吧,看起来就是领导,一身正气。 沐秀先恭维道,接着,语调就是一转,嘲讽的语气如何都掩盖不住。 可是不管再英明的领导,也禁不住拖后腿的手下。 小姑娘,你什么意思? 本来都要被小田支走得越站长,停下脚步,望向沐秀。 这位小田同志不仅堪秤不准,将我家的芝麻少看二十斤,华生也少看了二十斤。 不仅如此,被我们提出来后还威胁我们,让我们小心点。 我还想请教小田同志,我们要小心什么? 沐秀本来声音就清脆,这会儿更是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时,诸位早就围了一圈人,听到沐秀的话,来教粮食的人都露出了一副了然的神情。 看来,不少人都遭遇过这些,还有两三个工作人员则露出了不安的神情。 越站长的脸色瞬间就搭烂了下来,严肃地说道, 小田,你来解释下,到底怎么回事。 小田听了沐秀的话,现实慌乱,随后就是故作镇静地说道, 他们浇的粮食里面不干净,有土块和稻草之类的, 我也是根据粮占的规定,算上折损的。 大家伙看看,我家的芝麻和花生。 沐秀看小田还是那副嘴硬的模样,直接拉开麻袋,拿起勺子咬了出来。 越站长走上前去,看了看,本来搭烂的脸上,这会儿更是黑得快滴出墨汁了。 芝麻干干净净的,一点杂物都没有,花生壳也干净的没有一点泥土, 这绝对是上等品,跟小田说的折损一点都搭不上边。 小刘,你先接替小田的工作。 小田,你去我办公室一趟。 越站长隐含着怒意说道, 站长啊,小田还想再说什么? 闭嘴,给我滚。 越站长大声呵斥道, 小田顿时受到了惊吓,低着头快不离开了。 越站长深吸一口气,朗声说道, 这些害群之马,我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乡亲们放心,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这种情况, 尽管去我办公室举报,我一定不会纵容这种不良之疯的。 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掌声,也有人佩服地看向墨秀, 被欺负这样久了,还真的没有想过反抗, 还是这个小姑娘厉害。 墨秀也露出了笑容, 她就知道,像小田那种人, 也许梁湛会有几个工作人员会相互包庇,气场蛮下, 而那些领导应该绝对不会为了这点赢头小力去犯错的。 刚才她来的时候, 就看到梁湛这些人对越站长态度恭敬, 又看到她拿着杯子进了后面的一间办公室, 当时沐秀就感觉这人一定是个领导。 刚好小田发难, 墨秀于是就眼珠一转, 故意提高声音,将越站长引了过来。 小姑娘, 你们把花生芝麻拿过来称一下吧。 小刘热情地说道, 墨秀点了点头, 陈徐辉和墨水将刚才准备拎走的麻袋又拎到地城旁边, 一一过称。 芝麻120斤,花生600斤。 小刘称出来的, 跟墨秀在家称出来的数量一样。 全部属于上等粮, 花生五毛钱一斤, 芝麻六毛钱一斤。 小刘继续说道, 没关的人都发出一声惊叹, 这比粮食贵多了。 全部卖掉。 墨秀毫不犹豫地说道, 墨水和陈徐辉还在暗自砸舌, 真没想到, 花生芝麻能卖这样多钱, 这可比重水到小麦赚钱多了。 只是, 他们不知道的是, 如果不是墨秀资下上了大量化肥和各种营养土, 还真的是种不出来这些农作物。 这是收据, 拿着去大门口左侧的房间结账领钱。 小刘亲切地说道, 谢谢小同志, 墨秀接过收据, 不用客气, 为人民服务。 小刘朗生说道, 这让长久习惯良占工作人员冷淡态度的乡亲们, 纷纷称赞这个小同志热情心善。 墨秀进了房间里, 将钱拿好, 一共是372块钱。 陈大哥, 这100块钱你说着。 墨秀出来之后, 数出来10张大团结, 递给陈徐辉。 多了, 给得多了。 陈徐辉急忙推辞说道, 你就拿着吧, 以后多干点活就行。 墨秀笑着说道, 陈徐辉知道多说无意, 默默地将钱装好, 套上牛车, 向回家的方向驶去。 一路上, 墨水还在激动地说道, 咻, 等明年开春, 咱们还种花生芝麻, 小麦少种点, 这一亩芝麻, 顶上两亩多的小麦了。 哦, 咱们把需要浇工粮的地 全部种成小麦, 其余继续种这些农作物。 墨秀队荒帝 本来就准备养几年, 这些农作物最养土地了。 回到家里, 墨水把这次的事情 灰声灰色地 讲给了周水莲和墨小草听。 周水莲惊得张大了嘴巴, 墨小草在一旁拍手叫好。 你们出门在外, 房市能忍就忍一下, 千万别起冲突, 万一那会儿战场不在呢。 周水莲一副稀释凝人的态度, 别的事情忍一忍就算了, 为了钱的事情是坚决不能忍的。 墨秀礼直气壮地说道, 对, 这是咱新谷赚来的, 凭什么忍下去啊? 墨小草也不赞成, 孩子们都大了, 都有分寸, 而且墨秀也没做错, 墨水觉得今天很解气。 行了, 我也就说说, 出门注意安全, 周水莲都闹到, 我做饭去了, 我去帮忙。 墨小草跟着过去, 爹, 你来帮忙, 我要做个水道拖粒工具。 墨秀走向小房间, 如今的水道晒好之后, 都是靠着人拿起一捆一捆捆好的水道, 用倒床来给水道拖粒。 倒床是一个长方形的矮木架, 上面空着的框架中部微微凸起, 中间由细木棍支撑, 然后再在上面安上一根根小竹竿。